桃圆姐了日记 我今天发现了一个市中心 就在步行街旁边的一个 很适合做民宿的一个 四房的泳池别墅 非常非常的划算 只要200万人民币左右 我们现在进去看一看吧 刚才那套房子出来 就是市中心的中心海滩 然后你看到那边有巴提亚的logo了吧 就是它的这个地呢 就是在正巴提亚市中心的海滩 后面一点点 就差不多1.2公里左右 开车刚才过来的 差不多5分钟8分钟的样子 谢尔顿酒店就在这里 然后我们当时放烟花 所有的庆典活动 都是在这个海滩上完成的 所以这个海滩的价值是非常高的 游客他们就非常喜欢来这条街 走到头那边的话 就是巴提亚的那个logo的旁边 巴提亚logo旁边呢 那边就是酒吧街的位置 我们之前有拍过那边 然后六项的位置就在后面这边 就谢尔顿后面一点点 就是六项就是南天堂那条街 所以这条街的话 你也看到走过路过的人 差不多都是欧美人士 然后很多欧美人喜欢在这晒大白啊 所以现在是属于一个疫情的疫情期 所以海滩上没有什么人 1718年来的人大概都知道 这个海滩上面应该全都是命运完来人的 然后椰树底下都是那些做生意的一些小摊小贩 然后早上起来的话都是卖鱼的 这条街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500平方 520平方的房子的海滩了 开过来的话就到酒吧街了 就是差不多五分钟的样子就可以到酒吧街 你看它的外墙都做的是非常就是那种有酒店的那种感觉 它的外墙都是石头的 所以它这个车库呢是可以停两台并排的车的 门口的话也是可以再停一辆两辆三辆车 因为它的面宽非常的宽 是一个单层的一个别墅 所以之后的话这块地因为很大 它的整占地是360平方 所以到后期如果你觉得这个房子你想要重建的话 这个地退到重建做两层也是非常划算的 没有很大所以到时候可以扩建一些 你看它的院子可以再起一栋房子了 你看这院子从左到右的一个面宽非常的宽 中心海就在旁边100米 中心海中心海是海滩吗 不就公寓吗那个中心海中心海 中心海CCR这旁边 我们先看它主动的一个主动的里面的建筑 它外部的整个房子呢是水泥结构 然后有15年的一个房龄 但是它里面是新装修的 里面的装修非常的现代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哥特风的一个感觉 然后是现代哥特风 所以非常适合做民宿 它这个之前的经营的话 也都是按照民宿的一个经营模式在做的 因为旧的房子你看它的挑高和结构其实是非常好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个房子其实宽度 它里面的装修基本上就是 这个里面的装修是什么时候做的 2018年重新装修的 这是它的一个主卧的一个房间 洗手间啊 这是一个衣帽间 衣帽间也非常的大 现在呢是因为房东是现在是自己在住的 其实疫情前的话这边是做民宿非常好的 因为这个地段就是在市中心的一个地段 然后游客的话比较喜欢 它以前是做民宿的对吧 它的一个灶台的话是这边是一个中岛的设计 然后热炒的话在这边水是在那边 然后会有烤箱 这边是怎么样 洗手间 这是客厅的一个洗手间 就做的一个中空的一个淋浴 然后洗手间的部分 其实这种市中心有这么大的房子 然后里面的装修还很新的 是在市中心相对来是比较少的 这是第二个房间 所以拿下来的话 其实如果是投资的就很容易就直接就租掉了 这个地段的话 而且四个房间里面有这么大 装修这么新的话 差不多租金是在六万左右 自己可以算一下回报笔 哇这个 这个呃 它的厕所真的很大 中间还有一个石头的凳子 这可以一边洗澡一边休息的意思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 这是第二个套房 我原来它这个看上去是一层的楼 一层的房子 一层的别墅 但是它其实是有个楼的 它因为挑钩很高的话 它有做一个二层 它占地三百六 可是整个进来的感觉 比三百六要多很多 它的空间其实并没有像新房的利用的那么大 外面是有五百五百平方 这个地有五百多平方 这边房子三百六 好这边信息再更新一下 它这个地有五百多平方 然后里面的房子有三百六十平方 所以为什么觉得这个地段非常的好 地又很大 虽然房子 十五年的房子拿下来 出租几年 再拆了重建 这边也是一个衣帽间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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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天的 一天一天 它是很安静的 三百米后向右转 所以在这里的话都是一些高端的人 可能欧美人喜欢住在 租在这里 中信海 就是那个CCR 就是 像这种内街里面呢 就是会有一些这种便利店 然后很方便 你看那些高楼有没有 我要拍一下 它就在CCR的旁边 CCR当时呢 这一块很 就是有的人爱投资小公寓 小公寓的话一个35平方的 一出来就是这条通往海滩的主干道 然后这条就是双条车 双条车的话就是整个巴提亚的公交车 巴提亚是没有公交车的 所有双条车能到的地方 就它有三条主线 所有的游客来到巴提亚 他们就会选择有双条车 在的或者是能够途经的 呃 线路的地方的房子 别墅也好公寓也好 就是代表它比较方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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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